哈喽,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纸杯蛋糕 不开裂不回缩 装饰上新鲜的草莓 美味又好看 这个配方是6个纸杯的量 又到分担的过程了 首先把蛋清蛋黄分离备用 蛋清的碗一定要无水无油 再准备一个碗 加入色拉油牛奶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入过筛的低筋面粉 搅拌至无干粉状态 接着再把蛋黄加进去 搅拌至顺滑状态 然后准备蛋清部分 蛋清加入细砂糖 再加入少许柠檬汁 用打蛋器搅打至细腻光滑小尖尖的状态 接着再把蛋清部分三分之一加入蛋黄糊中 用橡皮刮刀翻拌均匀 然后再反倒回蛋白中 继续翻拌均匀 面糊装入裱花袋 挤到纸杯7分满的位置 烤箱提前预热 上下火150度烤30分钟左右 烘烤过程中我们准备一下奶油 100克奶油加入8克细砂糖 搅打到8成 硬尖尖状态 装入裱花袋 等蛋糕完全冷却后 再表面几张好看的造型 最近草莓比较便宜 再装饰几颗好看的草莓 纸杯蛋糕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 不要忘记关注我哦 毕竟 稳定 擅长